花蓮市公所从1月3号开始执行北冰外环道年度清洗及养护工作 在养护期间除了会清洗墙面和路面之外呢 也会检修排水设施及抽水马达 预计1月7号才会完成 市长温嘉贤也期盼在清洗的作业之后 可以带给用路人舒适安全的交通环境 花蓮市清洁队3号上午8点左右 就在北冰外环道两端出路口设置脚椎执行风道作业 并展开1年5天的年度清洗与养护工作 队员们兵分多路拿起喷枪 针对墙面及路面管线等多处张屋进行高压冲洗 也将检修排水设施及抽水马达等设施 而市长温嘉贤也协同清洁队站无庆展前往现场视察养护工作 并向辛劳的清洁队员表达感谢 那我们在北冰地下道 在做年度的保养从今天1月3号开始 预计到1月7号 那总共保养的项目有我们相关的电机保养 排水系统的一个检测 那再来就是整个一个机体的一个相关的基本维护 那还有我们环境的一个清洁 那我们再只要谢谢我们相关的科士 有清洁队 那我们建设客 还有我们的鞋利厂商 一起来做相关的一个机具保养 我们记得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 也发生过 因为累积的因素造成整个排水系统抽水机出现了一些问题 那我们也趁这次的机会 那这几天来彻底的来做相关的检修 希望能够保障所有用路人的安全 那也针对相关的一个照明的部分 在做相关的一个检测 那在此也要谢谢我们所有用路人的配合 那在未来在过年期间 有一些路段也会持续的来做相关的一个清洁跟修复 那在此也希望也谢谢大家 那也预祝我们所有的用路人 未来新的一年都能够一切平安顺利 北宾外环道的清洗养护工作 预计在1月7号才会完成 期间请用路人配合改走海滨街及北滨街 至于15吨以上的货车 在外环道封闭期间的晚上8点到隔天上午8点 都是禁止进入北滨街与海滨街 要特别留意以免受罚 记者 徐利勤 花电视报导